中国陆战备现役和预备疫官兵总数约22万人 有将近4成的人拒绝接种 由于新冠疫苗尚未获得足够的测试和认证 美国食品际药物管理局仅给予部分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国防部持续将他们归类为选择性的疫苗 也让美军无法强制旗下的万兵接种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日本大阪府10号新增了918例确诊 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记录 日本政府针对了东京京都以及冲绳三个都府县宣布从4月12号开始实施 蔓延防止重点措施 也就是等同之前发布过的紧急事态宣言 像是居酒屋和餐厅晚上8点之前必须关闭 不遵守措施将会面临罚款 记者不加行不道